院長 還有本院各位同仁 在這一次政黨及其附水組織不當財產取得條例的整個修正的過程當中 世代力量的黨團雖然有提出我們自己的版本 但是我們為了求在審查會當中審理的順利 還有整體法規範的設計上 我們在委員會進行審查的時候並沒有堅持我們的版本 而是全力支持民主進步黨在審查會的時候 透過修正動議所提出來的條文 那我知道這是一部非常複雜的法律 也就是說在整個規範體系的設計上面 可能動了這個機制以後會影響到另外一個機制 那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我們在審查會的時候會支持民主進步黨透過修正動議所提出來的版本來加以處理 那這一次針對第八條的部分 今天民進黨透過修正動議對委員會在審查過程當中所變動的修正 比較主要的部分是在申報義務從六個月把它延長到一年 當然我們可以完全的了解 在第九條的整個規範下面 因為是自本條例公布之日起就禁止處分 有一個概括性的禁止處分條文 那同時在第四項的部分還可以進一步的 就有關於資產進行凍結的處分 那不管是抽象性的凍結 還是具體的去主托相關的登記機關為登記 在整個具體法規範的時效上面 我想可能要分成兩個部分來預理清 第一個部分是就比較明確可以去認定 是屬於政黨或其附水組織不當取得的財產 把它從六個月延長到一年 並不會造成在實際效果上面的傷害 那但是就比較不明顯 也就是說不是很清楚的登記在所謂的政黨 或其附水組織名下的財產的話 那這個時候就會牽涉到進一步去追查不當黨產 實效性的問題 不管是追徵還是接下來的移轉處分 都是以申報當作前提 那因此我們認為應該要維持在委員會當中 維持在委員會當中所定的六個月的期限 應該就已經足夠了 那雖然是從本條例通過以後就會開始適用 不過我到目前為止 可能有一個法規上面的風險 要跟大家分享 我不太確定 中國國民黨的朋友 在本條例完成三讀以後 是不是會申請釋憲 申請釋憲的時候 會不會申請定暫時狀態的處分 如果 好 謝謝黃委員 下一位 請孔委員 文貴 請請請 請請 請請